诶 服务员 诶 服务员 你看看看看看看 看桌子 咋弄了 你 你 你看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咋回事啊你 给我对不起都完了 不好意思 我帮你擦干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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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无心之失 服务员连连道歉 但男顾客却口出恶言 我道歉有用没有 我拿这个破你身上 我再给你道歉行不行 这伺候人的活你也干不了 你还能干啥 不是说你工作就是有高级规定之分 像你们这些服务员 就是伺候人的 这过分的一幕引来了一位大哥的关注 你看本来不关那个 黑上衣那老哥的事 他本来是路过他听见了 听见了我得过来听一眼看怎么回事 很有那种热心的 就想管点路见不平的闲事的意思 大哥的站姿 确实有点拔刀相助的感觉 他会怎么做呢 我碰你吧 要不要试试 我帮你想办法弄干净 我碰你一下吧 碰完了我也可以给你擦 他 武汉一位的女顾客 一点小矛盾 竟然把一锅滚烫的火锅汤料 泼在了服务员的身上 我碰你吧 要不要试试 男演员扮演的顾客 还原着新闻中那些人的行为 然而 那位大哥 只是站着 我要给你照一下吗 不可能我碰一下吧 啊 甚至 还走开了 是女性服务员 不过 还来不及让人遗憾 另一个身影 就过来了 你给他多道联系欠收入吧 干了大叔 就刚才看到他这个小女孩算了 哎 没做过 有可能在家里 家里家长也不舍得用 不舍得 就要出这口气 哎呀算了 就算这家小孩子 出来打工也不容易 但他太小了 都不懂事嘛 很是巧合 又是一个外卖员 算了大叔 就刚才看到他这个小女孩算了 大姐好言相劝着 哎呀算了大叔 就算这家小孩子 出来打工也不容易 还悄悄擦着眼睛 同事从事服务行业 大姐对服务员的遭遇 有更深的理解 她有自己的委屈 她走过去之前 她就应该预料到 站在演员小婷身边 我想替她遮来一些的时候 我受的委屈比她还多 她宁愿自己多受委屈 也不愿意那个年轻的服务人员 我们的演员小婷受委屈 她过来是来挡子弹的 如果送外卖的大姐是来挡子弹的 那有人 就是来战斗的 她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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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不去了 要不再换个人过来 你今天要走了 我跟你说 你可能工作都丢了 丢了就不干了 我这样不然是行 兄弟 我把衣服 裤子给你买上去 来 你说多钱 我给你买一条 你看你那数牌子 我给你买一条500子 要不是咱给你换一本 要不是你换个人过来 你今天要走了 我估计说你可能 你的工作都丢了 丢了就不干了 我这样吗 我把衣服裤子给你买两条吗 来 你说多少钱 我给你买一条就好 你看你这什么孩子 我就给你买一条 你不是刚才说 工作有高低贵贱吗 你不是一直在非常轻蔑的 在说这位服务员吗 那好 现在我拿出钱包来 你不是就任高低贵贱吗 我拿钱打扮你行吗 是那感觉 我拿钱打扮你 你看行不行 大哥准备掏钱 打发无理取闹的男顾客 而旁边有人 则已经拉走了 我们的服务员小婷 这里是马的尊重 你懂不懂 女士说着尊重 这里是马的尊重 你懂不懂 但男顾客只想着自己 坐着两碗多一条 一听这话 大哥觉得 这事儿太简单了 我给你买一条 我买一条五百的都 不说多少钱一条吧 还是行 哇 这么好 大哥确实有些土豪气概 但其实他很懂劳动的艰辛 你现在认识吧 身上来知道吧 带着惊爱的出来的知道吧 我们都是能认识的知道吧 一步步干进来的 你还站到我这边啊 对不对 咱都还在服务的 叔叔我问你九成一句 你说了不对啊 职业无贵贱 你懂不懂 职业无贵贱 职业无贵贱 你懂不懂 女士已经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 而大哥觉得 对这样的顾客 还是用钱打脸吧 你少干十几十几 要打十几百多 别输了 好吧 钱被拍在桌上 声音并不是很大 但却震撼人心 职业没有贵贱 这钱买回的是谁的尊严 不言而喻 刚才我早一想放火了 我看有相片头 所以没有办法了 我说那啥吧 陪在他裤子吧 要是几千块钱 要是大裤子大不了 一般的身上 就是两三千块钱 是吧 低了几百块钱 完了要几万块钱 才买不起 几百块钱 帮他买一个 买掉的了 一个陌生的小朋友 为什么会出手帮人 我也没有他们的服务 哪有咱们的享受 干什么活 不能瞧不起人家 都是从低层干起来 是不是 我刚出来的时候 我还 是不是还跟他当过司机 什么都干过 您从事什么职业的 我是做工程的 大哥的仗义豪迈 让人印象深刻 但另一个柔软的声音 也同样充满力量 怎么就流泪了 我看的年龄也不大嘛 因为我家小孩也大了 我最害怕我小孩 初来碰到这种事情 但是女儿 真的做得特别好 有一个碰到别人的话 做得还要好 会有人做得比大姐 还要好吗 会有的吧 因为善良和正义 正是深埋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力量 那个比大姐做得更好的人 难道 不会是你自己吗 最后 让我们借花献福 用另一个女士的一句话 感谢所有这些好心人 河南人就是这种轻易 热情 这种自豪啊 这是抑郁言表 像刚才的这个白衣女生 她最后的时候也说了一句啊 尤其用河南方言说的这句 我们河南人就是热心强 重情义 而且一个好害三个吧 你看突然之间 就在这个小小的餐厅里 这么多河南人一下子围上来 围住了我们的这个男演员 确实让他招架不住了 男演员之所以招架不住 是因为正义的人 人多势众 更是因为 他所扮演的歧视者 本就理亏 如果你九成一句 你说了不对 师爷说对见 你懂不懂 最起码的尊重 你懂不懂 你可本 对服务来源也好 对其他任何人也好 有人若心怀歧视 那他 必先入孤立 你不能让我欺负人 人家人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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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你一样说话 对不对 我做不分会见 下一次 当目睹服务人员 遭歧视 你 会怎么做呢